上节课有点声音不太清楚,对不起各位 这节我们讲的是马系列 那有人可能会想到马有什么跟马像的 是驴跟螺 确实有一个,其中一个叫驴螺 它是一个动物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鹿 当然了这个驴螺有一个替代的叫 张,就是跟鹿很像那种 我们先说鹿,鹿 顾名思义,古代讲这个凤鹿 然后鹿这个动物看起来又非常的温顺 非常的祥瑞 鹿角鹿绒 还有那种舍香,那种舍 都是跟鹿同一类的 电视里我没有看过九色鹿 所以这种鹿很珍贵 这种人呢,就显得性格温顺 他是早上的,自时到冒失 那相对于一些不好的呢 就是说我们会想到类似的,处类旁通 有那种叫袍子在动,傻袍子 包括那个章 这个里面我们没有说 是用驴螺替代的 也有一定的原因 这个章更像是跟鹿是一类的 所以他就傻傻的 那个傻傻子很有意思 头埋在雪里,追他的手 甚至他跑的过程中 你喊他,他会停下来看你 到底这么回事 反正好奇些也太强 这个就是他不好的地方 当然看各种情境 有的时候呢,反而显得这叫警惕 反而显得叫有胆量 有胆识 那这个第二的马 其实马也是如果跟驴比起来 他也算温顺的 跟罗比起来 他也算温顺的 但是马 毕竟他是属相的这个火的位置 他是很烈的 马是很中的 这种动物是很聪明的 在古代这个六处里 马是排在第一位 其次才是牛这些 当然更多的都用在了军事上 那老百姓的生活呢 也会常用 那更多的词汇啊 成语啊 都是跟军事有关 而且他的功劳非常大 他不是光鲨鱼奔跑 他的性恋 这些对于人的性格 你可以去想 中 这些 马也是比较通人性的 然后最后呢 就说这个驴螺 它是一种动物 那 就反过来呢 因为这个驴 是一种动物 然后驴螺是 马跟驴的一个后代 那当然了 在古代一种叫 鞠 一种叫虚 就是公马 驴跟公驴公马的问题 产生的名字不一样 其中 这个这个虚 就是它 也会有 相当概率小的繁殖能力的可能性 当然了我们这方面 就尽量不要往人的去映射了 说它这个繁殖能力不行 这个有点过分了 当然你要真 恰巧遇到这个 那你就真准了 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想 怎么去规避 调整 呃 它 更有耐力一些 这个 杂交的产物啊 往往 就它本一代来说 它是更聪明 更结合了优点会多一些 那体力会更好 也会更长寿 但是相对于马来讲 它可能脾气不是那么的太好 好